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上午有粉丝发给我反馈 说固态硬盘巴黎有人在讨论这个970VO Plus 1TB 新批次这个缓慢速度也砍办了 固态硬盘的第一炸厂西数刚头梁换住 恶心那把用户 固态硬盘第一炸厂三星也来了 顺便说一句 西数的SN750TB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点恶心的问题 但不会影响所有用户都怪AMD 这个我们后面的视频里再去提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正常进行别的视频做的同时 抽了点时间 找了两块不同批次的970VO Plus 1TB来做一个测试 所以这是爆出来了大概十几个小时 我们才能做好视频 有先办理解一下 三星这个挺有意思的 它这个新批次和老批次包装是不一样的 老的是这种横着的包装 新批次这种和980类似的树的包装 这里买一个伏笔 三星在包装上就暗示你 新批次在硬件层面做了感动 大家看看能不能发现 我们一会再提 两者在包装上的型号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盘体上的信息看着都叫970VO Plus 但PN号是有所不同的 从这个型号变成了这个型号 我们这两个盘的生产日期也就差两个月 再吐槽一个 这个旧版本的美航是中国生产的 去美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中国 新版本的国航反而是韩国生产的 不得不感慨 经济全球化 新国航的970VO Plus 从优料来看主要是更换了主控芯片 从原来的S4L2020 换成了和980 Pro一样的S4LV003 提搭英文从Phoenix改成的Alpes 闪存颗粒我们查听到的资料 相比老版本的970VO Plus 则只是更换了封装格式 倒数第四个字母就代表封装格式 D是原来的613T BGA C是CHIP BEATS 虽然看起来都是BGA 从侧面很明显能看到新颗粒薄 能明显看见直球 如果闪存颗粒有描述不准确 欢迎留言指证一下 和980 Pro比颗粒的代数也不一样 980 Pro更新一点 缓存则是完全一样的 除此之外整个PCB的布局也略有变化 比如看这个电容就很明显了 变得和980 Pro一样的布局 所以说看完硬件层面的分析 我们回到开搜刚才那个问题 3G在包装上做了什么暗示 虽然实际上新版本的PCB 布局有了改变 但仔细看这个老版本和新版本的 这个三星的SSE的话 新版本还是用了老版本的这个图 可能是因为主控变了 所以三星在新版本的这边 主控这边把三星下面的信息 那些字母数字全给抹掉了 这个暗示你就用的不是这个 Phoenix的凤凰主控了 不过说实话 好歹三星也是个大厂 有时间你都把这个包装上的 这个主控信息给抹了 你干脆重新做一个产品图印上去呗 再吐槽一个三星高标上的一个地方 就在详细参数标的 这个970 EvoPlus 三星写的是三星这个3bit MLC 某一看它居然是这个MLC 其实这就是TLC 因为你也可以把QLC叫成4bit MLC 不信你打开三星870 QVU的网上页面 果然就是三星的这个4bit MLC 当然三星在产品图片明显位置还写了 这个870 QVU是第二代的QLC共产影盘 要不然不要被骂死才怪 但是三星在这个底下不显然的文字的详细信息里面 搞了点文字游戏 诶 非常坏的 诶 这个玩文字游戏 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 把学会来打到公屏上面 扯多了 我们说回来的产品 从硬件预料上看 这个新版的970 ReuPlus 1TB像是升级版了 像980 Pro看起来 但是还是要实际看一看测试结果 这系统可以看到两者的固件化不同 美行的旧B4开头是2 国号的新B4开头是3 两者在三星魔术试缓的里面均显示是最新的估计 毕竟PN号都不一样 估计也是不能互刷的 在空盘情况下 Crystal This Mark的旧B4的连续读写为3266和2470 而新B4的读写分别为3251和3165 4K读写旧B4分别为55和195 新B4为82和195 ASSD跑分旧B4为5008分 新B4为657积分 从空盘的读写测试来看新B4的写入速度和跑分要更高一些 文件的拷贝测试依旧B4强一点点 压缩率测试中新B4的写入成绩要强于旧B4 读写速度两者差不多 文件基准测试写入一个200G模拟文件 旧B4的初出写入速度为1.8G每秒 写入大概40G以后掉到1.5G每秒 读取速度为2.4G 而新B4的写入速度始终为2.6G每秒 写入速度大概115G以后掉到0.8G每秒 读取速度为2.6G每秒 可以看到这个缓内写入速度 其实新B4要比旧B4强很多 115G以后的缓外只有旧B4的一般水平 简单算了一下 两者在大概100秒的时间内 都能写入大概160G不到的文件 实际测试一下写入两个4K的蓝光原片电影 一共是156G 两者最终用时也是几乎一样的 所以说的话 160G以内新B4更快一些 160G以外旧B4更快一些 最后一样测试为半盘和满盘时的写入情况 旧B4在空盘半盘满上的情况下速度都是类似的 新B4会在满盘写入时会提前出现掉速的现象 QuizzoTX Mark跑分则是新B4都要高于旧B4 最后看一下温度 测试期间 旧B4颗粒和主控的温度分为70度和83度 新B4为79度和97度 从热成像也可以看出来 新B4的主控最高温度又要比旧B4高了12度 只能说其实本身970VO Plus就是发射量非常大的固态 三星的策略也非常激进 没有搞什么高温就掉速什么的 本身就不是很合适 在笔记本上用 台湾机上用的话 说是在80度和90度的话 也没啥明显缺 反正主板上都是有散热片可以安装的 最后总结一下这次三星的新B4 970VO Plus 1TP的缓外写入卡板时间 我个人认为 这个和系数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系数是主控没有变 仅仅是更换了颗粒 导致SN50 TP的SLC的缓外写入直接从800掉到400 而且系数SN50本身就是一个没有Dram的缓存设计 SLC缓存只有12-13G左右 虽然对于大部分的用户影响不大 但你只要拷贝点大的视频文件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恶心到 玩玩性的就是价格不变性能降低了 而三星这个某一看也是缓外写入砍了一半 感觉要和系数一样搞个大新闻要被批判一番 但是仔细分析下来 它在音电层面上是把主控升级到目前自家消费级的旗舰产品980PRO的通关主控的 颗粒有门判断也是改了封装格式 Dram的话缓成没变 光从音电层面看甚至还能说是升级的 并且其实三星也是更改了PN号产品包装 改包装这个 你仔细评评还是有点意思的 最关键是纸边上的连续显入速度还提升了一些 缓存内的显入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S2C的缓存中42G左右提升到了115G 几乎是原来的3倍 这个缓存大小就算你经常拷贝大的视频文件和大新单机游戏 应该也很难用满了 当然温度也变高了 所以三星这次的硬件改动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都能是小升级的一下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看了我们今天这个测试 你是否搞进出了这个新老批次的三星9000EVO PLUS的改动呢 你觉得它是升级还是较急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们不要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点赞中我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点更多电脑机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微信更多号 潮玩客CLROK 如果想要更多电脑机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好点我们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TOP2的商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